拼命哭的野球场上 一个黑人突然把球砸到对面白人身上 只因刚刚打球时 他被这个白人多次败帽 黑人不服气 他满嘴喷脏 骂白人犯规 可明明刚才 他才是犯规退人的那个 白人怒了 当场从袜子里掏出20 要和黑人一对一单挑 赌三球 还放出狠话 他能挨到篮筐都算我输 黑人也不甘示弱 跟着掏出20 比赛开始 第一球 黑人强行抵进 却怎么都突破不了白人的防守 只能无奈投篮 却被轻松盖帽 第二球 黑人打算用背打强攻 可这次 他甚至连投篮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直接抢断 第三球更快 黑人使出花招 把球砸下篮板 想来个接球投篮 结果被盖了个大帽 这一下 黑人的脸都被打肿了 但白人小吼没有得意 只是捡起地上的40 默默离开了球场 但他不知道 这场野球 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 因为刚刚的观众里 有个胡子大叔 这一大叔可不是普通人 他是美国NBA76人队的职业球探 每天飞往世界各地 为球队挖掘有潜力的星星 小伙的天赋 就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 于是 他一路尾随小伙 上了辆公交 小伙以为遇到了变态 吓得赶紧下车 没想到 那变态居然跟到了他家 大叔说自己是球探 小伙不信 没办法 大叔只好给NBA球星 德国战车 诺维斯基 打了个视频电话 小伙一看 哎哟 这不自己偶像吗 这才信了大叔的身份 放人进门 小伙名叫小伯 住在又穷又破的贫民窟 靠在工地班 专业和母亲和女儿 大叔一听 还班啥专业 走跟我去NBA打球 可面对如此难得的机会 小伙和母亲却有些不乐意 不搬赚哪来的钱呢 第二天一早 小伙就坐上了 西班牙飞往美国的飞机 一落地 大叔就带他来到球馆 和一线球员训练 没想到 小伙一进来 就破了球队的摸高记录 再一看脚上 好家伙 穿的还是双拖鞋 更让人惊喜的是 小伙场外投球55个 竟然中了44个 这天赋 这实力 将来一定能成为NBA巨星 可想要进入球队 还得来一场试训赛 而小伙要面对的 是NBA选秀赛状元 威尔兹 开局就是地域难度 但这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 如果防住了威尔兹 他将一战成名 没想到 威尔兹好像有啥大病 上来就挑衅 一声哨响 比赛正式开始 威尔兹不愧是新秀状元 上来一记投球 小伯也不甘示弱 紧追一记漂亮三分 接下来 两人激烈对抗 你抢我的球 我盖你的帽 可每次交锋 威尔兹都会朝小伯放垃圾话 小伯本就紧张 又被这样接连羞辱 他心态慢慢崩了 不仅头部重篮 还被当头爆扣 大叔见他不对劲 建议他先下场休息 然而 此刻的小伯已然上头 脸上的自信变成焦躁 球机也变得毫无章法 视讯赛结束 小伯输得十分惨烈 大叔会老板大吵一架 原来 小伯会输得这么惨 全是老板的授意 老板看不起来自贫民窟的小伯 也一直看不惯球探大叔 于是他故意挑威尔兹的上场 叮嘱他把小伯心态打崩 看着老板那洋洋得意的嘴脸 大叔一气之下 吵了老板的鱿鱼 回到球场 看着小伯一脸沮丧 大叔没有过多鼓励 只是问他 大叔相信 凭借小伯的天赋 即使没有球队支持 他也一定能进入NBA 他要亲自训练小伯 为了进NBA打球 他每天凌晨4点起来训练 第一步 练体能 职业单车手 两分钟才能骑上去的大坡 他必须在1分45秒内跑道 跑不到 就一直跑 举铁 甩身 踩单车 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体力和耐力练上去 第二步 练控球 他要在四个人的干扰下 将手里的三个球运得有条不紊 断一下 就得去跑一圈 第三步 练投球 每天投篮上千次 失误一次 就得再罚一圈 在这种高强度的训练下 小伯球技突飞猛进 运球剑步如飞 进攻势如破竹 投篮也几乎百发百中 爬破也从一开始的气喘吁吁 到能一口气跑完全程 从一开始跑不过单车 到将职业车手远远甩在身后 终于 小伯的体能和球技达到了巅峰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练心态 在赛场上打球 心态才是第一位 小伯投篮时 大叔就在一旁放垃圾话 干扰他 一般的脏话还好 但一旦涉及到家人 在训练的过程中 大叔也一直联系各个球队 希望能将小伯塞进去打一场 只要一场比赛 小伯必定一战成名 可不管他怎么说 人家就是不收 原来 小伯竟然在西班牙 有个打人的案底 当初 小伯前妻的酒鬼丈夫 怂恿前妻夺走女儿 好骗取抚养费 小伯一气之下 把酒鬼打进了医院 自己也因此进了监狱 这种有暗底的球员 能不能留在美国都是未知 球队自然不肯冒险签约 除非 他真的球技惊人 显然 小伯有着过硬的技术 可如何让人看到他的天赋 成了最大的难题 随时 大叔的女儿有了主意 不如 开一场直播 于是 大叔找到传奇球星 杰伯士帮忙 杰伯士将他们带到一个野球场 开启了为期三天的挑战赛 美国一个野球场上 一个神秘人开启了一场 为期三天的现金直播挑战 只要有人能在他的防守下 挨到篮筐 就有50美刀奖金 如果进了球 就给100刀 而如果有人能拿到5分以上 当场奖励1000美金 此言一出 全场沸腾 无数路人王加入战场 可一天过去 在小伯的严防死守下 竟然没有一个人能挨到篮筐 一直打到黄昏 终于 有人砸到了篮筐 当晚 这场挑战赛火爆全网 小伯打球的视频 更是冲上热搜 冬季奇对他赞不绝口 艾夫森说他是明日之星 网绘们都来打卡 无数野球王前来挑战 但没有一人能突破小伯的防守 甚至连NBA的明星球员过来 都甘拜下方 这场比赛更是传到了NBA 奥尼尔想做他队友 巴克利更是抛出橄榄枝 全美都在呼喊 让他加入NBA 小伯一战成名 获得了参加选秀赛的机会 而他的对手 正是上次将他打崩的 选秀状元 维尔兹 维尔兹还想像上次一样 摇乱他的心态 可受过训练的小伯 早已不受垃圾化的影响 比赛开始 小伯上来就是一记跳投 先得一分 接着三分投篮 百发百中 他越打越勇 戴了威尔兹一个大帽 吸引了全场目光 可就在这时 小伯给女儿打招呼的动作 被阴险的威尔兹看到 再厉害的勇士 也一定会有软肋 而小伯的软肋 就是他的家人 我看到小女孩 小伯看似平静 但心里早已怒火中烧 可威尔兹向他毒蛇 紧咬着他不放 在威尔兹的不断挑衅下 小伯状态越来越差 操队也跟着变形 终于 在看到威尔兹朝女儿招手后 他彻底爆发了 幸好 小伯没有打人 只是砸了地板 然而 他因为推人 彻底失去了比赛资格 球他也束手无策 只能送他回国 临行前 小伯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在这段时间里 大叔就像父亲一样 照顾他 包容他 引领着他前行 可就在飞机要起飞时 大叔接到一个电话 原来 七六人球队的CEOE能力不行 被俱乐部炒了鱿鱼 新上任的老板 组织了一场秘密视讯 现场都是球星和NBA高层 好友给他们弄到了出场机会 打好了 说不定能当场签约 一听这话 大叔立马找到小伯 马不停地赶往球场 上场前 他叮嘱小伯 看着殷切期盼的大叔 小伯终于懂了 过去的他生活在贫民窟 想要保护家人 只能用拳头 而在NBA 让家人骄傲的唯一方式 就是打好每一场球 终于 小伯放手一搏 不被情绪左右 他眼里只有球 每一次投篮 都完成了十分出色 面对威尔兹的强攻 他也防得滴水不漏 抢上篮 吃大帽去吧 小伯知道 打败他的从来不是威尔兹 而是过去的自己 而当他战胜自己 他将所向披靡 半年后 大叔一身西装 来到了NBA比赛现场 他回到了76人队 从球探变成了教练 这场比赛是76人对战绿军 而对方的阵营里 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22 我看到你 那场视讯后 绝不如愿以偿 进入了NBA 被绿军队招入麾下 虽然是敌对阵营 他们却友好拥抱 小伯手臂上 多了一个象征着 引路人的橡树纹身 而他的球号 22 正是大叔年轻时 用的球号 当然 这种引路人的关系 自然是相赖相杀 22 当他走过去 然后他带来得到 下距离 快去进入了 我当你订了 真的后三十一 最终一 最终一